金酒银食啊 大家的购物车热情真的是非常高啊 国庆节刚结束 我们到店里面人就非常多 现在还是上午 之前来看车的人已经非常多了 后面还有不少人在等着试驾 我们也是好不容易找到机会来拍这台非常火爆的车 那是什么时候 就旁边这台九月份呢 刚刚上市的二代哈佛H9 历经十来年的幻代呢 其实大家也能够看到 这一次二代哈佛H9 在整个外观造型上呢 其实能够给我们带来一种全新的感觉 从之前那种比较圆润的设计呢 变成了时下这种方盒子 特别流行的一个造型 但是你能发现在一些形面的交接处呢 它并没有做到那么身影 不是那种能缴分别的感觉 而是刚柔并解 这一点呢 其实也更符合它这种一家人的越野车这样一个定位 因此啊 它整个内饰呢 也没有过于说去强调越野车的一个风格 看起来很大气舒展 搭载的这种14.6英寸的中控大屏 内置各类主流的软件 操作起来呢 丝毫不输新势力 毕竟这两辆长城继承呢 在整个智能化层面的投入 大家是有目共睹的 所以啊 虽然说这一台车它是个油车 但是在智能层面 它这些配置是一点不差 这样的一个L2级辅助驾驶 然后大家也可以看了 在中控屏的下面 然后挡把这两侧呢 保留了很多这种空调啊 还有越野模式的一些实体按键 这一点其实是好评的 毕竟对于一台野车来说呢 这种可靠性是非常重要的 还采用了坦克300上面的 同款的一个飞机式的挡杆 相信这一点啊 其实很多人会非常喜欢 那作为一台适合一家人出行的一台越野车呢 它的关键点就在于舒适性和空间 这一台车呢 它的座椅啊 设计的其实非常细腻 因为它的一个加热和通法有九挡可调 也就是说能够更加细致的满足我们这种小的需求 另外就是这台车呢 我看一下就是它在 精密性方面是做的非常到位的 比如说前挡风玻璃是一个双层夹胶的 然后这个车窗玻璃呢 我观察了一下也是一个双层夹胶隔音的 也就是说啊 不管是你在高速上或者是在户外停车的时候 那你车上的小朋友都能够安稳的睡觉 而且这一次呢 二代哈佛H9尺寸加大很明显 作为一款中大型的SUV 它的车长已经达到五米以上 轴距呢做到了2850毫米 这时候啊长途越野自驾优势呢就来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它整个后排空间呢 其实是非常的这种宽裕的 然后呢我还发现就是它这个坐垫呢 应该是进行了一个加长的 基本上已经到我这个大腿根部 膝盖这一块了 承托性是非常好的 而且呢整个座椅啊 它这种软硬的支撑啊 还有靠背的角度都做的非常的体贴 当然不只是后排 就是前排呢还配备了一个四项的电动腰托 所以啊不管你是司机或者说车内的这种成员 在长途自驾的时候啊 这种舒适性它都是有保证的 当然长途自驾嘛 你肯定啊要带行李对吧 偶尔呢还有这种户外露营的需求 所以呢对这台车啊 它这种装载能力呢肯定是有一定要求 所以后备箱呢 我们也带大家看一下 哎 这个后备箱空间 我觉得真的是没有谁了 就是整个后备箱 我觉得在第二排座椅呢 没有放倒的情况下 基本上已经完全能够装下你各种的露营装备了 如果说你还要带一些什么大件一点的物品 对吧把整个后排座椅放倒一下 甚至啊你还可以带一个这种大一点的冲气床垫 稍微改装一下整台车呢 就化身了这种移动的星空大床房 当然啊 其实这台车呢 它中高配版本 你还可以加8000元 选择一个7座版本 哎 这个时候啊 它就能够满足你这种大口之家的出行需求 总之啊 这台车呢 它的一个选择呢 是非常丰富的 那你装这么多东西 然后这台车呢 本身啊 又重又大 开它去翻山越岭 核实嘛 首先我们来看动力部分 搭载了一个2.0系发动机 加上8G的黄金动力组合 这一套动力 我相信大家一点也不陌生 你不用去置于 它在动力表现 或者说这种换挡平顺性方面的一个能力 另外就是我们提到一点 这台车呢 其实它是出自一个坦克平台 相当于啊 底子里呢 是自带越野基因的 再加上呢 它全系啊 是标配了TOD的智能四驱 还有带大梁的一个车身结构 所以呢 硬派越野 它的实力啊 确实是有保证的 而且呢 还有高达7种驾驶模式可选 所以这个时候啊 你去做选择 这个空间啊 就更大了 哎 看到这儿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觉得 就是买这台车 就相当于你获得一台 既能够满足全家人日常出行需要 又能够自己偶尔撒野的 多功能多用途的SUV呢 谁说鱼和熊掌不能监睹的 而且啊 这台车呢 它的起售价是19.99万元 也就是说啊 咱们买一台普拉多的钱呢 能够啊 买两台二代哈佛S19 所以啊 价格全达普拉多 舒适吊达汉纳道 我觉得这句话形容 二代哈佛S19 真的是没毛病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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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